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以高利息筹措短期融资 成为该公司面临资金短缺的最新迹象 路透社15号引述都位银行和租赁业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海航集团旗下几家航空公司 预期未付费机租赁款 包括海南航空 翔鹏航空和首都航空 就连天津航空也正设法将今年到期的款项延期 而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都展开行动 其中一位银行主管更表示 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欠款超过两个月 此前彭博社也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出 截至1月4号为止 有4家中资银行仍未收到海航集团旗下公司 应该在去年年底支付的本金或利息 对此海航也发表声明澄清 海航跟他子公司正在保持稳定营运 并正按计划逐步缴交款项 另外海航集团旗下A股上市的天海投资宣布 公司控股股东海航科技集团 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为了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因此根据规定申请停牌 预计连续停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20号 海航以将有重大消息宣布为由 向上海证交所申请暂停股票交易 到昨天为止仍然维持暂停交易的状态 加上近日陆续爆出的债务危机 引发外界议测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留心的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